长城确定联想新机定名为Z5S 重烈华为P20 Pro 上周一款代号为L78071的联想新机 通过工信部认证 该机采用了水机屏幕 并搭载三枚后置上头 乍看之下与华为上连统型件P20 Pro极为相似 但和P20 Pro不同的是 该机在背部设置了一枚指纹识别按钮 今日联想集团副总裁在微博回答网友评论时表示 该机命名为联想Z5S 联想手机在今年下半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其中华盖Z5 Pro是最具市场号召力 在上月底同期推出了三部华盖手机当中 联想Z5 Pro的售价就为低廉 将发布的联想Z5S采用了6.3英寸屏幕 内置3210华尺电池 鉴于联想Z5 Pro也已经搭载了消炉敲铃处理器 所以联想Z5S采用的上路6系统 这个可能性更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